第401章《王者杀来》 夜人笑了笑 地族拥有地血 某种程度上也会传承一些原古大地的记忆 哪怕只是一灵半爪 却对圣人来说都是弥族珍贵的 自然不是非地族可比的 袁云空可以如此果断 自费地血 显然他不但是从古界中得到了启示 应该也传承到了大地相关的记忆 在原地的推测之中 他的后世人想要成帝 便只有自费地血 所以 袁云空才有如此自信 才会如此果决地去做 想要成帝 那肯定要摆脱身上固有的地痕 否则的话 天地间出现两位一样的大地又有什么意义 夜言不同 久视为帝都市从旧区中诞生出来的心体 理论上就是一个人 我就是我 非我之后 自然不在此线了 走吧 我们也待回去了 宁与希说道 夜言摆摆手 道 稍等 还得跟一个 嗯 他停下动作 自身天地已经捕捉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开始他只以为是哪个路人 因为发现这里有战斗的波动才过来的 但他立刻发现对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气息 却并非让他会感到亲近的那种 是 在荒舟战场时 他突破六品去肚结 结果有个家伙在地底捕捉毒物或是寻找毒素 一言不合就和他干架 结果自然被他干掉了 这个妖族老者的身上有许多的气息 其中一道与之相符 这是师门长辈来了 寻仇吗 夜言向着天空看了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双手往后一副 便在那等着了 夜言 宁与希不解 你这是做什么 夜言一笑 有客人来了 谁 宁与希才只说了一个字 便见一道人影飞掠了过来 哼 这是一名妖族老者 身上长着两只黑色的羽翼 一边还长着小爪子 与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宁与希的毛子不由易景 因为他看不透这名老者的修为 他可是三品 连他都看不透的话 思 这老者至少也是名二品王者 妖族老者看着夜言 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区区无品居然也敢杀老夫的种子 真是不知所谓 听到这话 宁与希居然没有觉得半点奇怪 咦 这家伙又惹上强者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吐槽罢了 不对啊 那至少是一位二品王者 你咋就那么能够惹事呢 宁与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这位大能明显是冲着夜言来的 他岂能袖手 连忙到晚辈是天见宗的宁与希 家师清摇仙子 这位夜言夜兄乃是本宗圣人看好的人才 有意收为弟子 怎么 拿圣人压老夫吗 妖族老者吃了一生 老夫乃是妖族 而这里是黄州 你们人族的圣人若是敢放肆 不怕太清帝兵发威 将你们的圣人斩掉吗 宁与希不由气势宜弱 这里是黄州 而黄州一向是妖族的主场 太清女帝当年便生活在黄州 现在更有清夜宗以她传人的名义 掌控整个黄州 帝兵坐镇 圣人又敢犯 敢向一个帝族起信的 那只有另一个帝族 有没有帝兵那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办 她咬了咬牙 只好道出了实情 夜言还是炎帝的后人 她是帝医 大帝后人 妖族老者也是一惊 然后大喜 那挑你做老夫的种子 想必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宁与希心中较糟 这妖族老者是个疯子 居然连炎帝的后人也敢加害 炎帝啊 天地间的第一位大帝 武道的缔造者 一手平灭神魔 可以说功绩无双 后世大帝亦不能及 她的后人理应受到最大的尊敬 你居然还想把她做成什么种子 大不敬 宁与希勃然大怒 抽剑而出 翁 一股圣微弥漫 她可是天剑宗的圣女 亦掌握了一剑圣器 名为沧海剑 以她现在三品的修为 展出二品的威力应该不难 盛气 要阻牢者看了一眼 嘎嘎怪笑 如果你一是王者 那老夫肯定转身就走 但你不过是三品 呵呵 老夫何惧之友 哪怕有圣器在手 宁与希在她面前最多也就是勉强可以自保 还想将她打退 不可能的事情 宁与希也知道这点 不禁心急如焚 念头电转 寻找着解决之法 可这里是黄州 妖族的大本营 人族在这里本就得加紧了尾巴形式 还想在这里找到援兵 做梦呢 这时 她不由万分痛恨苏昂 若非此人使坏 他们需要跑到黄州来借用传送阵吗 早知道就去帝州了 可叶炎呢 一脸的淡笑从容 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面前这人乃是冥王者 叶炎 宁与希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你有办法化解此恶 这个男人总能创造奇迹 哪怕他现在只是无品 可只要叶炎说可以 那他就相信可以 他充满期待的看着叶炎 叶炎微微一笑 道 有啊 顿时 宁与希就心安了 妖族老者却是勃然大怒 虽然道 两个小辈 在老夫面前还能玩出什么花来 好 老夫便先把这个小子拿下了 叶炎摇摇头 老头 不想死的话千万别出手 你还敢威胁老夫 妖族老者不可思议地道 然后失效 他居然被一名无品威胁了 这小子是因为身为地族 所以才狂到眉边 连王者都不放在眼里了 可笑 炎帝有后人吗 没 所以这小子肯定是冒充的 也只有这种傻白甜的小姑娘才会相信 好啊 你拿什么来杀老夫 他伸手向着叶炎按去 空 一只法则大手浮现 向着叶炎抓了过去 王者啊都度过了九次大劫 在法则的掌握上何等精深 无品拿什么党 命吗 妖族老者满脸名笑 真是不知所谓的人足小子 见来 叶炎轻轻说道 秋 一道流光闪过 只见叶炎的面前也突兀地多了一把三尺青锋 轻轻浮沉着 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流转 让圣人都要胆寒 让王者都要动容 啪 妖族老者直接就跪了下去 瑟瑟发抖 不是他想 而是根本控制不住 第402章帝兵出手 妖族老者骇然无比 这是帝兵 太清女帝的帝兵 太清界 帝兵发威 原本就对圣人都有无穷的威慑力 更何况这还是妖族大帝的帝兵 对妖族更有天然的层次压制 可为什么太清界会在这时候突然冒出来 而且还是在庇护一个人族 凭什么 你与西义是目瞪口呆 妖族女帝的帝兵竟会突然赶来救驾 这个援兵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他知道叶炎是帝族 但是 你是炎帝之后 怎么可能让太清女帝的帝兵过来救驾 这差了不知道多少的距离啊 但无论如何 妖族老者的危机是化解了 天底下谁可以在帝兵的保护之下杀人 除了大帝和其他帝兵之外 再无别的可能 夜言摇摇头 你太心急了 在清夜宗的附近就想动手 不知道这里有帝兵吗 老子当然知道了 可老子哪会想到我们妖族的帝兵竟会过来救你 妖族老者无语 是到如今他便只有认怂的份了 见过炎帝 太清见浮沉 仿佛在向夜言行礼一般 而他其实并没有发出声音 而是神识的波动 炎 炎帝 您与西和妖族老者同时一正 夜言不是炎帝后人吗 怎么成炎帝本尊了 可帝兵会搞错吗 某种意义上来说 帝兵就代表了大清女帝 所以一位大帝会搞错吗 所以您与西方心俱颤 如果夜言就是炎帝本尊的话 那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夜言能够对万道金莲法相的认识那么深刻 不是因为他从血脉中继承了认知 而是他本就是炎帝啊 那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法相肯定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清楚 夜言覆手而立 微微一笑 我与原云空战斗时 你被战斗惊动了 不错 太清剑微微浮沉 本以为是两名弟子在交锋 可过来一看却发现竟有一位大帝转世身 和其知性 竟可以得赌天地兼第一位大帝武道的缔造者 证实了 证实了 您与西激动的无以名状 连忙丹西跪下 脸上全是狂热的崇拜 见过炎帝大人 妖族老者则是瑟瑟发抖 他居然在觊觎一位大帝 天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哪怕太清剑不出来 可炎帝就没有自己的帝兵吗 真是找死 夜言向明语唏嘘服一下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曝露真实身份了 没办法 在大帝面前他再如何遮掩气息都没用 帝通天道 什么可以瞒得过 帝兵也是如此 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帝的延续 只是仅能暂时发威 智慧跟大帝也完全不能比 但在有限的时间内 帝兵的战力却可以等同大帝 宁与西站了起来 双手紧紧的贴在腿边 神情依然狂热 炎帝 炎帝啊 难怪夜言可以如此逆天 这是开天批帝以来的第一位大帝 五道都是他开创的 所以 创造任何奇迹又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女帝可入仙界了 夜言随口问道 太清剑则是沉吟一下 才道 女帝曾效仿炎帝 玉勇故先门 但最终却是失败 胸围进散 重新回归了本体 玉再走一次地路 正更强制到 实现发下的宏愿 夜言眉毛一挑 原来太清女帝也有勇故先门的决心 也付诸于了行动 最终更是散尽修为 回归本体的反草之身 重走地路 何等的大毅力 佩服 夜言点点头 道 你坐镇清涅宗 想必也是在守护女帝了 太清剑剑尖轻点 仿佛在点头似的 妖族老者浑身都在颤抖 他听到了这样的秘密 还能全身而退吗 女帝还活着 但退化成了本体 要从一株普通的青草慢慢演化 重新成帝 而在正道之前 女帝自然处在无比虚弱的状态 就像面前这位炎帝 只是区区无品罢了 任何一名三品大能都可以轻易杀死 太清剑可是一直在守护女帝 前前后后得有几十万年了 哪允许谁对女帝的重生有一丝一毫的威胁 他亏了亏左右 突然一个纵身 双翼展开 就要逃之夭夭 抓 一道剑光划过 便见这位妖族王者被生生斩成了两劫 被帝兵斩断 那还想再活 百列圣人都不行 这名妖族王者顿时死得彻底 你与蜥蜴有些瑟瑟发抖 帝兵若要杀人 谁能挡 而且 杀了又如何 哪怕天剑宗又敢向帝兵报仇 除了大帝 谁能镇压帝兵 叶岩向着太清剑一笑 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泄露女帝的秘密 有延帝的保证 我自然相信了 太清剑传动着神念 出来太久了 我得回归了 去吧 叶岩说道 面对原帝 他用的事情 而面对帝兵 他却并没有平等相处 因为在大帝眼里 帝兵只是工具罢了 怎可能与大帝齐平 太清剑也知道这点 并没有半点不满 直接破空离去 在场便只剩下叶岩和宁宇熙了 炎帝大人 宁宇熙激动得头皮发麻 到现在都是难以相信 这是他最最崇拜的人 也是天地兼最最伟大的人 叶岩笑了笑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纵死也不会泄露 宁宇熙坚定无比地道 叶岩点头 宁宇熙本身是三品 而且还是天剑宗的圣女 九州大地上有几个人会向他出手 王者会有忌惮 圣人根本不屑 所以 这个秘密是绝对安全的 叶岩走到妖族老者的尸体边上 开始搜起了他的身来 然而 并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 王者肯定开辟了秘境 所以老家伙的家底肯定是放在了秘境之中 哪会带来带去 可惜可惜了 回去吧 叶岩说道 是 您与希毕恭毕敬 这态度 哪怕对他的师尊亲姚仙子都没有如此 叶岩笑了笑 不必如此畏缩 你好歹是天剑宗的圣女 有资格冲击地路的 炎帝大人在前 与希不奢望成帝 您与希连忙道 您成帝是为了永固先门 与希愿意协助大人 别说放弃成帝 就是为此付出生命 与希亦无悔 叶岩摇摇头 不必 这一世我走出了另一条路 无需争渡这条独木桥了 第403章 代心人 您与希自然大惊 另一条路 要知道 武道虽然演化至今已经有百万年历史 但总体的架构并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跟炎帝创立武道时一样 由此可见 创造一个新的武道体系有多么困难了 历史上 不是没有天才绝艳的人想要另提西进 创造新的武道体系 但哪一个成功了 没有 不愧是武道的老祖宗啊 当今武道由他而创 而他亦要重新走出一条新路来 炎帝大人 您与希再次激动的头皮发麻 夜言点点头 走 自身天地包裹之下 他一个顺移救十万丈 向着清夜宗而去 不过一会 两人就重新来到了清夜宗 咦 今你看看夜言 再看看您与希 都是生起了疑惑 您与希这样子 也太顺从了吧 好像他是夜言仆从似的 只是跟原云空打了一架而已 为什么他的态度会变化得如此之大 您与希却对他们的目光视而不见 有炎帝在前 他还有什么好在乎的 走 诸人来到了传送阵处 人数已经够了 一阵光滑闪动之中 他们便来到了洪州的联军总部 由乌新兰引荐 众人再次见到了乌圣 乌民看了眼夜言 不由露出亚然之色 乌品了 记得夜言第一次进联军时 不过七品八 这才多久 半年 半年就连破两个大境界 你真是个妖怪啊 乌圣又看了眼乌新兰 自己这个后人对夜言成帝是深信不疑 他原本没有一丝相信 认为武洛已才具有女帝之姿 而且帝族不出帝 这是百年万历史证明的 现在 他的信念动摇了 夜言还真有成帝之望 夜小子 你真是让本圣刮目相看 乌民感慨地道 半年连破两个大境界 古之大帝又有这么妖念吗 这不是大帝之思又是什么 乌圣 现在可有什么计划 夜言问道 乌民沉吟一下 目前决定先组织精英小队进入荒州 一是斩杀些死灵 尽可能的削弱死灵的实力 二十次叹 死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好啊 夜言笑道 那我也申请一个资格 有功绩的吧 有有有 乌民笑道 这家伙有时候怎那么是快呢 行 那我现在就进荒州 夜言说道 此灵不出战 他连捞功绩的机会都没了 而手里的灵药 眼瞅着就要用完了 他肯定要急了 也不必这么急 乌民摇摇头 先休息一下 至少也后天再入 本圣在给你配些帮手 你有特殊的能力 不应只想着自己赚功绩 也适当地带带新人 一位圣人都开了口 夜言能够拒绝吗 他只好点点头 硬沉了下来 一晃就是三天时间 夜言便是修炼修炼 从墨阳天那里炸过来的灵药 已经被他全部炼化 却只是让他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真正达到了河道一重天而已 以他现在对灵药的需求之大 估计便是地族都无法支撑的起来 必须得依靠联军 有整个九州的大势力联手提供资源才行 当然了 与灵丹烟双修也能提升修为 但从一开始的爆发之后 接下来就是细水长流 可以作为一个源头 但光靠这个源可无法完全解决他的问题 必须多现开花 夜言 乌新兰走进了帐篷 脸色有些古怪 因为你与西居然守在了外面 你可是天剑宗的圣女 怎么搞得跟夜言是女似的 而正牌是女王秦雪也是一脸的郁闷 她想争啊 可哪里争得过一位三品大能 只有发奋图强 努力修炼了 不然打又打不过 只有委屈的份 嗯 夜言看了过去 道 可以出发了 乌新兰点点头 不过乌盛还送来了一批新人让你来带 带就带吧 夜言走出去 只见不远处正站着十名年轻男女 皆是阴气勃发 头脚争容 各位 这位就是我们的队长夜言 乌新兰走了过去 向着这些年轻人宣布道 什么 一个五品 顿时就有名年轻人跳了起来 一脸的不服之色 五品怎么有资格带队 武道看的是实力 不是资历 又有一名年轻女子吃笑道 抱了乌姑娘大腿吧 一名男子则是轻挑地道 啪 他的脸上立刻挨了一巴掌 而他甚至没有看到是谁出的手 直到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他才惊觉的向着宁宇西看去 道歉 宁宇西说道 脸上全是肃杀之气 惊挑男子先是震怒 而后露出金融 你是天剑宗的圣女宁宇西 天舟第一美女 天赋意识杰出无比 早早成就了四品 宁圣女 另九名男女也是露出金融 他们虽然各个眼高于鼎 但对太皇骨排出的榜单 确实深信不疑 正位在天舟天才榜上排名第二 仅次于言龙骨的圣子龙万道 何等杰出 何等妖孽 说是他们偶像都不为过 可是 宁宇西居然替一名小小的无品出头 这让人如何相信 宁宇西哪管这些 若非他还要顾全大局 都要直接将这些人斩杀了 天底下谁有资格羞辱炎帝 一个都没有 他将长剑出鞘三分 冷冷的盯着那轻挑男子 那男子自然胆寒 哪怕心中有再多的不情愿 也不敢在这时候挑战 宁宇西的耐心和底线 不得不低头道 对不起 是我口不择言 请兄台见谅 是队长 乌新兰在一边纠正道 你们有完没完 那轻挑男子心中大恨 江夜言打上了小白脸的标签 这男人也太会讨女人欢心了 不但乌圣后人被他所服 便是天剑宗的圣女都在替他说话 可恶 但他也不过五品 便是乌新兰都不一定打得过 更何况还有一位三品大能呢 队长 他叫了一声 然后看向一名轻衣男子 子林宗的圣子金无缺 四品 要说最不服气的人也应该是金无缺 而不是自己 所以他又何必抢在前面呢 你来吧 第404章福气 不只是轻挑男子 其他人的目光也集中了金无缺的身上 你是四品 你能福气被一名无品管着 传出去要被人笑话死的 果然 金无缺一来接受不了被无品压制的事实 二来众人的这些目光也看得他难受 好像利剑一般在削砍着他的尊严 无法接受 他哼了一声 道 在一个队伍之中 队长的有绝对的实力才能服众 也才能担当的其保护队友安全的重任 您圣女 我想请教你 一名无品可以做到吗 自然可以 您与西豪不迟疑的回答道 我 金无缺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这话过了脑子吗 有这么袒护的吗 我亦是这个队伍的一员 亦绝对受严少的领导和指挥 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您与西淡淡说道 他自然不能曝露夜言其实是炎帝的秘密 但又不敢再称夜言为夜凶 或是直呼其名 所以也学着王晴雪等人一样叫炎少了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又是一惊 您与西也在这支队伍中 呲 一名三品啊 众人哪怕再不服再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了 金无缺虽然是四品 但在三品大能面前又算什么 别看只差了一个大境界 但说不定就是一生的差距 能够入上三品的天才少之又少 夜言忠实开口 向金无缺道 你不服是不是 金无缺虽然已经打算暂时忍口气 大不了立刻申请换个队伍 可夜言居然不知道建好就收 还要咄咄逼人 七道门上来 他怎么忍得住 当然不服 他大声道 夜言伸手 便向着他须抓而去 轰 一只完全有法则形成的大手浮现 同样向着金无缺抓去 你还真是痴心妄想 区区无品居然敢向我主动出手 金无缺都要气疯了 你这是何等的不将我放在眼里 他宁全 向着这只法则大手轰去 次品神体静 他虽然才是一重天的修为 但意味着已经打磨了一次身体 便是法器都可以硬刚 所以 他这么应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 拳头打到法则大手上时 他猛的脸色大变 这是何等威势 金无缺顿时连连后退 双手乱舞之中 身体也失控了 哭 一口鲜血狂吭了出来 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却根本没顾得上擦一下嘴边的血字 而只是呆呆地看着叶炎 实在无法想象 这么可怕的一击竟是有一名武品武者打出来的 他惊呆了 其他人也是一样 一个个呆若木鸡 叶炎笑了笑 问道 现在服了吗 服了 金无缺说道 扑 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却根本没有察觉 还是用震惊的目光看着叶炎 只觉这人就是个怪物 行 现在允许有人不服 向我挑战 叶炎说道 但只限于现在 一旦进了荒州之后 那一切都得听我的 谁要再有意见 我会以军阀处置 直接格杀 众人默不心头一领 其声道 是 队长 武者桀骜不逊 很难服人 但要收服也很简单 就是展现出绝强的实力 让他们敬畏就行了 现在这些人就对叶炎充满了敬畏 甚至是恐惧 叶炎不需要这些人尊重自己 只要听话就成 出发 他一声令下 十余人一起出动 走出了长长的峡谷 进入了荒州大地 原本进入不久之后 就可以看到茫茫多的死灵 或是成群结队 或是忙无目的地行走着 可现在却只能看到一片荒芜 而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的恢复力 死灵将阵线收缩不过几个月而已 但已经有青草破土而出了 让这片原本死寂的大地多了一些生气 预言已经来过一次 相比于以前 这里也只是多了些生机 其他并无不同 而金无缺等人则是好奇得很 不是说荒州死灵横行吗 但他们已经深入几百里了 却连一个死灵都没有看到 让他们只觉传言太夸张了 死灵哪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次预言并没有使有自身天地 将自己与众人包裹 他们这对人除了他之外 还有宁与希这个三品大能 战斗力足够强大 所以自然可以大胆一点 预言倒是希望死灵可以出现 杀一点是一点 总能赚点功绩 而且死灵隐藏的越深 那积攒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某一天爆发的时候就会越恐怖 整整一天下来 他们仍是没有遇到一头死灵 而当夜色降临时 虽然大家都已经可以闭谷 却还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休息 吃点东西 喝点清水 调整一下状态 宫火熊熊 猪人一边吃着烤肉 喝着清水 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 原本猪人对死灵还有些畏惧 但一天下来却是忌惮之心进去 明知道晚上生着篝火会增加被发现的可能 但还是这么做了 一会之后 预言的眉毛微微一挑 王晴雪珠女对她已经十分了解 立刻明白她有了什么发现 据是停下动作向着她看了过去 预言只是用嘴型说了几个字 珠女顿时就会议了 再过一会 金无缺等人也感应到了不对劲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有人接近 金无缺第一个说道 毕竟是四品级别 她的话身材落下 变见茫茫多的死灵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如同潮水一般 一个个都是缺胳膊断腿 丑陋恶心 金无缺等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死灵 莫不露出惊骇之色 一是死灵的模样实在甚人 二是这数量也太多了 动辄就是数万光是那骨子恶心的臭味就让人受不了 但接下来众人都是战役雄雄 他们还没有与死灵交手过 杀金无缺大吼一声就要冲上前 然而叶炎却是伸手一案 让他无法动弹 过入荒舟 一切听我号令 可记得 叶炎说道 金无缺一正 不由地点点头 是 叶炎这才松手 道 死灵数量众多 而且有些死灵甚至开启了智慧 知道躲在暗中偷袭 所以每个人都不要独自作战 必须保持阵行 免得陷入重围 那根本没有人可以持缘你 他拥有自身天地可以随时顺移 不会受困 但也只是他而已 别人要学他孤身杀进死灵海中 那唯一的结果就是被生生泪死 第405章失去耐心 死灵大军袭来 叶炎则是居中指挥 哪怕宁与西亿也是领尊他的号令 三品大能都是如此 谁还会敢有不同的意见 施己人凝成了一股绳 将力量完全释放了出来 而且这股死灵大军虽然数量众多 但最强的也不过是四品 别说还有一位三品大能坐镇 哪怕没有 以死灵的战五渣 金吾缺便足以镇压了 而且 叶炎虽然没有张开自身天地 但有他的居中侧应 也足以保证任何人都有金吾险了 饶是如此 这一战也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 这才把死灵进肩 而结果便是战斗一结束 所有人都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全部泪趴下了 只有叶炎和王晴学几女若无其事 因为叶炎并不需要去打磨他们的实力 所以自然会偏向他们 让他们不需要出多大的力 就轻松扛了过来 可金吾缺十人又不知道了 只以为叶炎几人根本就没有出力 太可恶了吧 别人都在拿性命相搏 你们倒好 还在一边坐看 你们是来混的 还是故意保存实力 前者还好一点 后者的话 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扛不住的时候 杀出一条血路逃走 自己一行人已经拼得没了力气 自然不可能逃走 可叶炎几人却是生力军 所以他们肯定能够杀出去 而自己一行人却得留下来替他们拖住死灵 岂有此理 只是他们都忌惮叶炎和宁宇希的实力 这份不满便只有压在心里的份 走 我们得赶紧转移 叶炎开口道 这一下 金吾缺等人的愤怒就再也压不住了 我们都没了力气 得立刻恢复 这时候如果离开 如果遇到死灵的话 那我们不是死定了 叶队长 不是我们要质疑你的能力 但你这么做不是在把我们往死里带吗 这十人七嘴八舌地道 都是不同意离开 而是要留在原地恢复状态 五者最大的倚仗是什么 当然是自身的强大了 所以再没有什么比恢复实力更紧迫了 您与希替叶炎解释道 死灵虽然被全部消灭 但我们战斗的时间太久 肯定已经引起了其他死灵军团的注意 应该不用多久就会有大量的死灵继续袭来 所以留在原地的话 那才是很快就会再与死灵发生恶战 金吾缺十人面面相去 将信将疑 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入荒州战场 毫无与死灵战斗的经验 所以这时候自然很猛 犹豫办上 他们还是下定了决心 撤 叶炎看了这些人一眼 都已经跟他们说了 进了荒州就得一切听自己的命令 可他们还在怀疑 还在犹豫 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好待的 这次之后 他肯定会把这些人全部踢出队伍 还是之前在四十九军时 自己的那些部下好待 各个都是对他净若神明 一句话说出去 哪来任何的质疑 队伍迅速离开 来到别处进行恢复 果然 他们离开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 便又有一波死灵大军感到 让站在高处的众人看得清楚 金吾缺十人都是后怕不已 这只死灵大军的规模可不输 先前那只 一旦陷入包围的话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极可能恶战到立节而亡 死灵向来都是一量取胜 生生把人堆死的 这下 他们的对夜言信服程度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可惜的是 夜言已经对他们失去了耐心 待他们恢复状态后 又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搜索起来 一天 两天 三天 在第六天的时候 他们又遭遇了一波死灵大军 这次的死灵数量更多 虽然还是没有出现三品级别 但四品的数量却直接翻了三倍之多 这下 众人自然压力更增 还好有夜言的存在 自身天地张开 不知道将这些人多少次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此战之后 金吾缺诸人终是对死灵的可怕有了一个直观的认知 明白传言不虚 同阶一战的话 死灵的战力确实上不了台面 但依靠茫茫多的数量 任你在天才 在同阶无敌又如何 最终只有被生生耗死的份 但他们也终于届时到了夜言轰杀死灵的手段有多么惊人 随手一按 直接将千丈内的死灵清空了 让他们只有瞠目的份 也才意识到自己能够有夜言这样的队长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一个月下来 他们在荒州的边界周围不断的搜寻着 却并没有深入 然后回返 如果只是夜言一个人的话 他倒是不怕 但带了这么一堆人 算了吧 而且 他们这次进入荒州的目的也只是练联兵 顺便查探一下死灵的情况 又不是要和死灵大决战 完全没有深入的理由和必要 他们回到了联军总部 夜言则是把金无缺等人都是丢海给了污名 以后也没打算再带他们 这让金无缺诸人都是后悔无比 早知道夜言这么牛叉 他们怎可能得罪这么样的人 日后联军杀进荒州 与死灵展开大决战 若是可以跟着夜言的话 那生存率自然可以大幅提升 可夜言已经表态 以后不会再带他们了 岂能不让他们无比的失望 谁让他们不相信夜言呢 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夜言没有再进荒州 而是用了一点时间进行闭关 哪怕没有灵药供给 他的进境也不慢力 现在差不多两个月就能修满一个小境界 这一路过来 再加上在荒州的越狱时间 让他达到了河道一重天的巅峰 青年一动 他便把境界的天花板打破 迈进了二重天 无数的法则融入了他的道果之中 仅仅一天时间 除了灵力积累之外 他就已经达到了河道二重天的巅峰 所以还是只差灵力积累这一关 只要达标就可以突破三重天 没有灵药怎么办 那就多与灵丹烟双修败 这让灵丹烟又开心又害怕 开心的当然是能够与夜言灵肉合一了 可害怕的是 夜言太强了 他一个人根本撑不住 周了王丫头 周了施丫头 周了巫族小美女 周了宁与西 所有美女都收了 他天天吹着枕边风 第406章 佛子龙万道 夜言带着诸人回到了四十九军的营地 但平静的日子才持续了两天而已 营地突然起了大骚动 佛子龙万道 天哪 这二位居然会连位而至 九州最强的天交啊 皆有成帝之姿 都不用出去 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已经传了过来 武洛乙 有女帝之姿的神女 疑 不是说他冲击三品时走火入魔了吗 看他这样子 好像已经是三品了 这就是帝姿吗 气血浑厚无比 一看就让人心折 面对他们 我甚至连战役都无法升起 这下我们营地 岂不是有四名三品大能了 宁与西 武洛乙 佛子龙万道 这四人不但是心晋的三品大能 而且个个都有成帝之姿 战力可步是寻常三品可比的 哪怕四十九军的统领公墓来了 面对这四人都得心头哆嗦两下 而第四营的千夫长鲁永长在他们面前更是个弟弟 又能够又敢指挥哪个 夜言可在 一个霸道无比的声音响起 轰猛龙帝想撤营地 夜言已经走了出来 向着对面三名正走过来的人看去 武洛乙早就见过了 空略 另两名皆是男子 一个魁梧霸气 另一个则是大光头 脑后有一个佛圈 与人一种无比温和之感 很容易分辨 魁梧霸道的男子是龙万道 而光头大和尚则是佛子 可夜言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二人的身上停留 反倒是看向了佛子身边的一名小沙迷 这小和尚有点意思 夜言看着他 竟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小沙迷也在打量着他 见他的目光看过来 连忙醒了一个佛里 慌慌张张的 让人想笑 我听太皇谷的人说 他们打算将你放在明年天骄榜的第一位 我可不服气 想来领教领教 龙万道大步走了过来 仿佛一条真龙碾过 气势霸道 让人心感欲裂 古中人不由自主地都是后退 虽然夜言可以以自身天地护佑王秦雪珠女 但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他推出一道柔和的力量 将珠女全部送到了远处 只有一人站在他的身边 宁与希 天见宗圣女 三品大能 有这个资格 无弥陀佛 贫僧是来领教一下夜兄的护体神通 出家人不争输赢 夫子则是何时笑道 但温和的笑容中却是不容拒绝的霸气 宁与希勃然大怒 你们一个一个的 也配挑战炎帝 放肆 他仗剑而出 拦在夜言身前 山风飘飘 吹动着他雪白的衣角 轻力如鲜 这可是天舟第一美女 甚至放在整个九州也能争一争第一 可以与他媲美的 目前也就一个五落尼罢了 便是林丹烟也要逊色一些 只是风情更迷人 在这方面弥补了回来 众人一见 莫不欣促动摇 不能自已 秋 五落尼身形一闪 也出现在夜言身前 向着佛子和龙万道淡淡道 两位 若是要与夜兄一战的话 我可以做你们的对手 又来一个 您与西亚人看着五落尼 这不是五月宗的绝代天骄吗 被誉为女帝之姿 要知道哪怕她是天剑宗的圣女 一时天才无比 都没有被公认女帝之姿 可见想获得这生赞与之难 一个二品势力的人 却被公认是女帝之姿 可见此女有多么的才华横溢 天才绝艳了 可她居然也为了夜言挺身而出 再想想 炎帝何等的人格魅力 让五落以为之着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讲到这里 她就不再好奇 以她对炎帝的崇拜 别说只是一个女帝之姿 哪怕真有一位女帝为夜言倾倒 她也顶多只是震惊一下 然后就接受下来 夜言 有这样的资格 可众人却是看得牙都酸了 五落以何宁与希可以说是当今年轻一代中最最出色的两朵椒花了 不但多美的惊人 而且天赋杰出 先后突破三品便是名正 可是 他们居然都在为同一个男人而战 极度死了 林丹烟珠女却反倒没有吃醋 只有无比的骄傲 他们的男人就是如此出色 夜言却是走了出来 淡淡道 你们打算如何领教 简单 战 龙万道发出豪迈的声音 佛子则是微笑和时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你们都是三品 夜言先看向龙万道 你已经度过了四次大劫 然后又看向佛子 疑 你也度过了四次大劫 你们是说好的吗 他顿了顿 我才和道二重天 你们打算如何来战 三品达五品 岂有这样的道理 再说了哪怕龙万道把夜言打败了 佛子又把夜言的护体神通打破了 又能证明什么呢 只能说是等级压制 龙万道淡淡一笑 你自己修炼慢 却要占据天才榜第一的排名 又怪得了谁 言下之意 他绝不会压制修为一战的 他的话也有道理 因为你境界低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我境界高却还要排名在你之下 还不许我动用权力来打你 对不对 你要怕被人仗着境界优势压制 那你完全可以不要去争排名 夜言懒得与他说 根本不是我要这个排名的 而是太黄骨子做主张 把他弄进去的 但说这样的话 也未免太示弱了 三品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夜言大手一挥 豪迈无比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都要疯掉了 无论是佛子又或是龙万道 那可都是声名赫赫的天才 别说无品了 哪怕四十九军的统领公墓来了 一时忌惮无比 生怕一个不小心败了 晚节不保 这二位虽然才只度过了第四节 但这种级别的四节战力 可以强到什么地步 第八节 甚至第九节 你居然还要一挑二 疯了 龙万道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向着佛子道 这小子在将我们的军呢 佛子何时微笑 贫僧是出家人 不在乎虚名 这意思是 联手龙万道去攻击一名武品 他也没有意见 下得了手 龙某又何时将别人的看法放在眼里过 龙万道一时说道 轰 一股雄魂无比的气势 从他的体内滚滚而出 第407章 这二人要出手了 众人都是瞪大了双眼 佛子龙万道如此级别的天才 强者 一生之中都极难见到他们出手的 现在有机会可以见证 自然让他们各个期待 这一战 已经不可阻止了 公务来了都没用 而亡者 联军一共才九名亡者 谁会正好经过这里 所以 此战不可避免 而且应该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区区五品自然是被三品秒杀的份 更何况对手还是两名三品大能 宁宇熙自然不会答应 圣剑直指龙万道 五落已则是副手而立 目光盯着佛子 两女已是一人一个 各自锁定了一名对手 叶炎却是将两女的肩都是按住 退后 这一战是我的 什么 两女都是震惊 你真要单挑两名三品天才 放心 区区三品罢了 叶炎笑道 如果叶炎还是当初那个炎帝 那您宇熙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担心 可叶炎现在才只是五品 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成长 现在就去占三品 这不是必败的吗 五落已则是深深的看了叶炎一眼 点点头 好 您宇熙也只有相信叶炎了 这位可是炎帝大人 岂容他质疑 两女同时退后 把地方让了出来 你先来 龙万道看向佛子 可 佛子笑了笑 也不用什么准备 直接一掌向着叶炎拍去 顿时 一个万字符号出现 向着叶炎镇压而去 金光普照 缠音震震 他明明只是随手而为 但这一击之威 却足以让度过第九节的三品 都是动容 震惊 不愧是佛子 叶炎站立不动 仿佛没看到如此恐怖的一击袭来 空 万字符轰在叶炎的身上 却直接透体而过 什么 众人都是惊呼 怎么可能 三品出手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谁能相信 疑 佛子都是一愣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但随后就笑了笑 道 难怪 难怪 这就是叶炎敢应战的底气吗 不愧是炎帝之后 天帝兼第一位 大帝的手段真是超凡 龙万道也露出 月月欲试之色 大和尚 你是没吃饱还是怎么 这一击的威力太弱了 他坚信一力破万法 任你妙术通天 可我的攻击只要够强 打破某个法指 便可以碾压你 不讲道理 如此霸道 佛子并没有身辨 笑道 龙兄请 龙万道哪会客气 立刻挥手而击 顿时 一只龙爪凭空而现 缠绕着无尽的雷霆 可怕得无以名状 而这 只是他的随手一击 根本没有动用任何的秘术 叶炎哼了一声 真以为我是靶子吗 顺一 秋 他就出现在了龙万道的身后 一拳暴打 一 龙万道 佛子 五若已都是发出惊呼 完全没想到叶炎能够有如此表现 要知道龙万道这一击轰出 看似只有一爪之力 但他与叶炎之间的整个空间都充斥着法则和力量 其实是面攻击而非点攻击 只是龙爪这部分的攻击更强罢了 所以 叶炎又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龙万道身后的 你只要移动 那迎接你的便是龙万道那恐怖的力量 以龙万道三品的实力之强 你一冲就相当于被无数普通的三品在其轰一样 怎可能突进的 这么不讲道理的 宁宇希则是微微一笑 叶炎的这个能力它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了 而现在居然在龙万道面前也能发挥效果 可见叶炎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是自然 这一个多月叶炎可不是光在荒中搜索 而是还在演化他的自身天地 尽可能的将之提升到目前的上限 所以 现在他已经可以做到屏蔽三品的攻击了 既然攻击可以屏障 那瞬移到三品的身后又有什么难的 龙万道眉头一皱 反手向着叶炎格挡而去 哪怕是仓促之间 这一击仍有三品之威 叶炎没有应接 再次以自身天地将自己与九州天地隔绝 恩 怡 阿 佛子 五若怡等三品先是一愣 而后恍然 他们何等聪慧 已经明白了叶炎能够化解这一击的原理简单 与九州天地切断联系 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 如此 那无论什么攻击自然都可以豁免了 但说的简单 可要做到 大地的攻击都不可能打出这一戒啊 所以又怎么可能跳出这一戒 炎帝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佛子南南 不愧是武道的创始人 竟掌握了这样的能力 他当然不相信一名武品可以做到连大地都做不到的事情 肯定是炎帝新年就开发出了这种能力 通过血脉传承给了叶炎 这就是命好 龙万道可没有谦让 下一招让给佛子来攻 而是轻哼一声 柔身而上 一连串的攻击轰了过来 他还是没有动用秘术 更没有权力以赴 但每一击都有着三品之威 这是叶炎无法对抗的 所以他也只有不断的以自身天地来隔绝九州天地 将龙万道的攻击一次又一次地毕过去 既然是从血脉中继承的能力 难道会没有限制 可以一直使用吗 龙万道霸气十足的说道 龙某就要将你的极限打出来 叶炎失笑 说不定是你的极限被我打出来 大言不惨 龙万道冷亨 攻势如潮 叶炎以自身天地完全豁免龙万道的攻击 一边还在找机会反击 但是 哪怕他一拳轰中龙万道也难伤他分毫 次品级别的攻击也想伤到三品 怎么可能 从头到尾 这都是一场绝不公平的战斗 但是 这个世界上哪来真正的公平 强 才是道理 砰砰砰 龙万道的攻击如潮 每一击都可以让三品大能皱眉 但是 每一击都无法轰中叶炎 那再强再横又如何 原本龙万道和佛子都是不以为然 觉得叶炎的血脉之力在牛又如何 你可以无限制地运转吗 可半个时辰之后 叶炎还是气定神闲 甚至连洞都是懒得动了 搬来一张椅子坐下 任你龙万道如何轰击都是若无其事 让所有人都是惊掉了一地的眼球 这就完了吗 没有 叶炎又沁了一壶茶 给自己倒上 悠闲无比得品味起来 这 太嘲讽了 甚至可以把人给活活气死 第408章天选之地 龙万道也气得不再出手了 叶炎显然余力绵绵 这样下去的话 真有可能是他的力量先被耗空 而不是叶炎 你到底天生了多少地血 否则的话 哪经得起你这么消耗的 他不打了 你呢 叶炎看向佛子 神情淡然 无喜无怒 佛子能如何 龙万道打不到叶炎 难道他就可以吗 这不是叶炎的防御如何如何强大的问题 而是根本打不着 哪怕佛子的攻击力比龙万道更加强横又如何 一样没辙 他能够向叶炎抱怨我是来测试你体魄强度的 你根本让我打不着又怎么是吗 他们可以以大欺小 这时候就要叶炎讲公平 不是笑话吗 所以佛子一直有摇摇头 道 贫僧也不打了 不打那就请吧 叶炎一脸不欢迎之色 但看了看小沙弥之后 他却道 小和尚极有佛性 未来必成大器 叶施主谬赞了 我只是个贪吃的小和尚 小沙弥一脸的腼腆 龙万道十分愤怒 甚至憋屈 他不远万里而来 先在玄州扑了个空 好不容易找到荒州来 结果却打成了这样子 是他不强 又或是叶炎太强了 都不是 只是这小子恰好继承了炎帝的血脉 拥有了无比特殊的能力 尽可以跳出九州天地 面对这种能力 圣人来了又能如何 事实上 叶炎的自身天地 还无法对圣人免疫 甚至王者都可以以暴力强行打破 只是恰好让三品无可奈何罢了 哼 龙万道一挥袖子 寒怒转身 佛子则要和气多了 向着叶炎双手和时 道 叶兄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递交刺手 这句话既有他的期待 也含着一丝讽刺 你今天可以力退两大三品最强天才 并非你的实力逆天 真的可以匹敌他们了 而只是因为你恰好是炎帝的后人 叶炎又怎么可能跟他解释呢 带麦尽四品看我怎么吊打你们 嗡 就在这时只见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有弱瀑布一般持续而落绵绵不绝 这是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天空中尽有金光冲落 大部分人都是好奇而又茫然 但少数一部分见闻广播的人却是变得激动起来 甚至身体都在颤抖 天选 天选出现了 地路开启的征兆 果然 这一世将由大地诞生 这些人皆在说道 修修修 一道又一道强横的气息出现 只见一个各平时见不到的大人物皆是突然出现 各支联军的统帅 还有九位大将军王者 最后 圣威弥漫 污名也到了 天选出现 地路开启 吴圣用虔诚的语气说道 心持神网 却又有着无尽的遗憾 这一世将有大地正道 但不可能是他 所以 他的心情自然无比复杂了 一言则是猛 什么天选 什么地路 在他看来 正道大地只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而所谓的地路也只是一种比喻 即一路从弱小攀升到最强 与天到齐平 怎么现在好像真有一条实实在在的地路 他看了下 无论是龙万道 佛子 又或是武洛乙 宁与西 都是一样的激动万分 一 他好像真的对地路缺乏了解 全军出洞 以天选之地为中心 建立防御 污名一声令下 夜言动容 联军以荒州 洪州的边境为界 构建防线 其实是十分有理的 天然的地形决定了死灵无法大规模的冲阵 而是不得不压缩阵线 这次人将死灵数量多的优势压缩了许多 可主动出击 在大平原上构建防线 这会让死灵的数量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让联军陷入危险的境地 污名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点 可他还是这么做了 意味着这天选之地的重要性 甚至超过了让联军陷入了危险之境 他将宁与希叫过来 问道 这天选之地地路是怎么个情况 你不知道吗 谁知宁与希更加吃惊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夜言 我还真不知道 你具体说说 夜言没有回答 宁与希自然不可能对夜言隐瞒什么 便将自己知道的资料全部说了出来 每当要有大地出世时 会先有天选之地出现 而后诸方天才汇聚 只有得到天地认可的人才可以进入其中争夺 据说有巨大的好处 在天选之地中 会有十名天才脱移而出 这就是天选之人 也只有这十人才能走上地路 开启最终的争夺 直到有一人正道为地 什么情况 夜言愣了 他开创五道成就大地 哪来的天选地路 他看着远处无尽而落的金光 这绝对是天道的手笔 也就是说 在他陨落之后 至少天道发生了变化 居然还弄出了这么一个十分特殊的仪式 天选之人 叫化 大地需要天道认可吗 大地正道 那便可掌握天道 天道的认可不认可又算什么 接下来 天下所有有志竞争地位的人都将汇聚于此 但天道只会给有限之人发放进入天选之地的资格 宁与希继续说道 在天选之地竞争 武者将得到无法形容的好处 有助于成帝 所以哪怕龙万道 佛子这样的绝代天骄都要为之激动 兴奋 这是成帝的第一步 要是连天选之地都进不了 便意味着被踢出了地位的争夺之列 也难怪乌明明知道将阵线往前推会对联军造成巨大的威胁 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若有帝出 何仇不能镇压死灵 至少在大地活着的万年之内 天下太平 什么牛鬼蛇神都得跪着趴着 为此 哪怕冒再大的险 付出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交系传出 天下震动 每次天选之地出现 前奏大概会持续越于时间 而后便不会有金光冲落 而得到天道认可的人便可以进入其中 寻找自己的机缘 持续十天左右 十天之后 便会有识人成为大地种子 未来的大地便会在这十人中产生 每一天过去 都会无数的人来到这里 等待着天道筛选 也期待自己成为天选之人 一时之间 营地人满为患 第409章摆明地种 半个月后 整个荒州防线都挤满了人 不管自己是不是天才 有没有成帝的资格 先来了再说 万一就得了天道青睐呢 天道认为我能正道 那我就行 夜言则是毫无兴趣 武道都是他开创的 作为天地兼第一位大帝 我成帝还需要天道认可 但他也不会阻止 武洛伊 您与西佑或是谁前去参加 甚至 他也十分好奇 这个天选是怎么运转的 终于 一个月的过去 九州天才会聚 估计一大半的舞者 都跑过来了 与死灵的大决战 但也不过这样的规模吧 一道道甚微隐约而动 这次的天选涉及到了大帝种子 哪个超级宗门感大义 圣人都出来了 为自家的门人护道 哪怕自家的门人 后人无望成帝 但亦有圣人出动 为的便是震慑死灵 他们知道一位大帝出事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死灵 或者说一族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 死灵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 不但圣人道步 甚至还向帝族请出了帝兵 为的就是确保万无一失 据悉 这次共有两件帝兵被请了出来 金光瀑布在变小 天选马上就要开始了 会有哪些人得到天道垂青 众人都是好奇又期待 联军的阵线早就向前推了 将天选之地包围在了其中 里三层外三层 现在见天选即将开始 所有人都是向前挤了过去 哪怕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不例外 从来没有太老而不能正道的说法是不是 一言与诸女都在看 其实只要在天选之地的附近 那根本不用往前挤 天道看上了你 自然会有金光垂落 赋予你资格 否则的话 你强迫头也没有用 嗡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落下 仿佛皆天通地 有人被选中了 第一个天选之人出现了 赤九天门的圣子裴忠豪 赐品的修为 放在最顶一代中不算突出 但也十分非凡了 看 第二道金光也落下了 赤水 何温馨 此人可真是不凡 并非出身名门 而是一介散修 却屡获其欲 战力其强 他也赐品了 这真是不容易啊 仅靠自己 不靠宗门家族 居然可以在三十岁左右 迈进四品 咦 又有人被选中了 一道道金光落下 速度越来越快 但众人发现 现在被选中的皆是四品 而当落下七十多道金光之后 终于有三品入选了 道子 佛子 龙万道 五洛乙 一个个震动天下的名字 被叫出来 而页眼也看清楚 身边的五洛乙 明与西分别被移到金光笼罩 然后直接被卷入了天选之地中 圆云空 突然 人群轰动 一个个都是震惊万分 因为从来没有弟子 帝女被选中的先例 帝族不出帝 这似乎是一种诅咒 又似是天地的忌讳 但这一次居然有弟子被天道选中了 你不是亲生的吧 这居然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哪怕强势无比的巫族天骄 巫族后人巫举天 他也没有得到天道的青睐 赋予他进入天选之地的资格 圆云空 你还真是大伊利亚 居然散尽了体内的地血 只听巫举天的声音响起 这位弟子完全就是个巨人 竟是高达三丈 往那一座都要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 仿佛一座小山似的 什么 圆云空竟是散尽了地血 众人先是震惊 然后恍悟 难怪他被天道选中了 因为他散尽地血 等于是抛弃了自己地族的身份 地族不出地 这个传统并没有被打破 圆云空只是笑笑 并没有答话 巫举天则是傲然一笑 我欲成帝 何须天道认可 哪怕不入天选之地 天底下也没有人可以阻我 成为我族第二位巫祖 何等魄力 无数人都是新哲 这巫祖后人真是大气魄 咻咻咻 随着落下的金光越来越多 众人也越来越急 每次的天选之人就只有一百之数 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所以 随着每一道金光的落下 便意味着少了一个名额 数一数 现在已经有九十多道金光落下了 还没有到我吗 快啊 终于 金光落下九十九道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王晴雪诸女都是向着夜言看去 这最后一个名额肯定是夜言的 他这么妖孽 他不成帝谁又有资格成帝 但其他人则不这么想 夜言乃是帝族 除非像圆云空一样将地血散尽 否则天道是绝对不可能选他的 秋 最后一道金光落下 赤谁 万众瞩目 莫不羡慕 极度 王晴雪诸女则是色变 因为这最后人竟非夜言 佛族的那个小沙迷 阿弥陀佛 小沙迷自己也有些猛 连连宣着佛号 一脸的茫然 肥嘟嘟的小脸让人极想伸手去捏一把 可不管如何 一百个名额已经选出 秋 小沙迷身形藤起已是落尽了金光溢满之地 这是天选之地 每个人都将在其中进行试炼 并最终有十人可以得到天道的进一步垂青 成为地种 这不对 王晴雪回过神来之后 立刻就叫了过来 我家炎少都没有入选 这绝对不对 林丹烟也是哇哇叫 是有荣有美锦咒 想要成地 那就一定要进入天选之地 得到天道的认可 这清楚的记录于历史之中 所以 夜言无望成地 任你成就再强的圣人 但在大地面前却不堪一击 地 世间无敌 就因为炎少是地族吗 乌新兰也没有被天道选中 对此 他倒是并没有太大的失望 可夜言居然被天道踢出了局 这让他气愤难平 什么狗屁天道 到底有没有长眼睛 夜言则是笑了笑 道不必在意 成地与我来说可有可无 这是大实话 都已经九世正道了 还会把成不成地放在心上 于他来说 成地只是为了永固先门而必须具备的实力而已 但这一世 他拥有自身天地 可以比大地更强 所以 他何必执着于成地 其他人又不知道 文言都是露出嘲讽之色 你这是何来的自信 哪来的勇气 正道大地都不放在心上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第410章 进入天选之地 正道序取 天选落幕 如果家族或是宗门有人入选天选之地 那对应的势力自然欣喜若狂 也更加得小心翼翼 全力戒备 因为这一次的天选之地近在荒州 这可是死灵的大本营 主场 如此大规模的生灵聚集 肯定会引来死灵的攻击 更何况死灵之中还有异族 那可是拥有智慧的 更不可能让天选如此顺利得结束 一定会想尽办法破坏 一旦有大地出事 那死灵将被全部消灭 至少要万年以后才能休养生息 再起轮回 与异族来说 现在不拼以后就只有灭亡意图 所以他们能够做事吗 每个人都是紧张无比 死灵海随时可能出现 而他们却连后撤都不行 必须坐镇于此 否则等那一百名天选之人结束旅程 便只有被死灵海淹没的份 还好 这次有地兵坐镇 相信即使在凶险都可以把死灵挡下来 一言来到天选之地 一片金光洋溢 看似普通 却无人可以穿透而过 圣人都不行 因为这是天道所为 能够让你圣人穿越的话 那你这个圣人岂不是可以叫板大地了 处在这片区域之中 百余种子当然是安全的 可他们总要出来的 这才是恶战开始的时候 严少 见叶炎在这里徘徊 助女只以为叶炎心里不平衡 不由都是心情低落 亦想极力安慰她 叶炎笑了笑 她还真没有把能不能成帝放在心上 而且 她拥有自身天地 只要达到圣人修为 自身天地的演化估计就可以强制大地级 甚至超越 所以 她根本不在意是否可以在这片天地之中又双弱一次正道 她只是好奇罢了 之前九世成帝 可从来没有这个天选之地的出现 到底是从哪一个时代开始的 叶炎伸出手 暗尽了金光之中 一开始 金光如无物 可以轻易穿透 但进入没一会 金光旧石化了 产生了极大的阻塑力 进而变得了坚固无比 怎么也无法推进分毫 这是圣人都无法轰破的壁垒 叶炎也没有想要强行破入 而是张开了自身天地 看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入 她心念一动 凶 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 严少 诸女一惊 叶炎人呢 他们皆知道叶炎可以顺移 可现在突然消失 让他们又感觉有些不对劲 严少该不会进入这里面了吗 王晴雪颤生说道 语气之中带着期盼和兴奋 真不愧是我男人 乌新兰骄傲无比的说道 你这个黄花大闺女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 林丹烟在心里吐槽道 这是我男人 你这个脑袋空空的家伙 不提四女的震惊 叶炎已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天高 地远 无边无际 这是天选之地的内部吗 叶炎好奇 这分明是一个秘境 根本不在荒州大地了 所以 金光铺落只是一个掩饰 这应该理解为一道门户 叶炎将自身天地张开到极致 万丈范围内进阶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这里除了一片绿地之外 再没有别的东西 甚至虫子都是欠缝 而且 这片天地极其广阔 别说自身天地没能触到边界 便是以它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木栗 也完全没有看到尽头的可能 回不去了 叶炎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定位到九州天地 之前进入金光笼罩区域之中 他应该就被直接传送进了这个秘境 所以他除非能够找到秘境的出口 方能回到九州天地去 不然就只有等天选结束了 但他并非天选而入 结束的时候会把他也踢出去吗 这个 叶炎摸了摸下巴 拿不准 自己这一个好奇 居然将自己置于了不确定的位置 还真是没有料到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天选会给种子带去极大的好处 甚至决定了能不能成帝 叶炎十分好奇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 他展开瞬移 羞羞羞 速度飞快 为一会 他就来到了一座高山之下 这座山之高 便是他穷尽目利也看不到顶 至少高达千里 放在九州天地之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这么高的山 不是要将天穷都戳破了 但这是秘境 一切皆有可能 叶炎十步上山 太弦悠闲无比 但一个顺移就是极限的万丈距离 速度七十块的惊人 而且 处于自身天地之中 他就不会受到秘境法则的影响 该怎么就怎么 嗯 静了一阵之后 叶炎猛地停下了脚步 他有所感应 突然 一只雪白的兔子蹦了出来 爪子里还捧着一颗珠红色的果实 两只眼睛也如同红宝石一般 默然看到叶炎 这只兔子似乎吓了一跳 爪子一松 果实都是掉了下来 咕噜噜滴滚到了叶炎脚边 然后 这只兔子的双眼顿时红了 浑身雪白毛发倒数 身体也拔高便撞了十倍有余 肌肉骨秃 散发出强大的力量压迫感 叶炎失笑 别误会了 我没想抢你的东西 青年一动 这只果实便出现在了兔子的脚下 兔子一愣 可暴躁的情绪却是立刻得到了缓解 身体迅速缩小 重新变成了之前的那只雪白可爱的小兔 他啃了一口果子 顿时 汁水四溢有沁人的香味散发出来 以 一言一愣 这只果实中充满了法则 武者若是服用的话 可以大幅增加对于天道的感悟 这是 道果 强者化道之后 虽然灵魂消散 但对于法则 对于天道的理解却不会完全消散 而是会遗留下来一部分 最终则会凝聚成果实的形态 这就是道果服用道果便可以轻易把强者对应的天道感悟继承过来 于武者来说他们缺的是什么就是对于天道的感悟所以道果对他们的帮助太大了 又不是每个人都像叶炎有前世久世的境界理解差的只是灵力积累罢了 叶炎不在乎道果 但是 这道果竟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一瞬间后 他脸色忽变 尼玛 这是他第一世的道果 这道果竟然是一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道果竟然是一种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